花蓮市公所一样 19号也举办了一场健走 是2022环抱幸福健康骑步走 地点是在太平洋公园的树光广场举行 上千民众热情响应 市长威嘉贤也率领公所团队和乡亲朋友 一起健走运动同时 也看到了无敌海景共享健走乐趣 健身教练在台上卖力带动暖身 台下满满民众动作整齐划衣 一言望去超壮观 这是花蓮市公所19号一走 就在太平洋公园树光广场盛大举办的 2022环抱幸福健康骑步走活动 在做完有氧健身操 舒展筋骨暖身后 上千位民众在鸣笛声中 从树光广场出发 往北沿着树光桥到花蓮港景观桥折返 全程约5公里 只要是走完全程的民众 都能拿到一张摸彩券参加抽奖 那我们在北冰这里 今天举办了环抱幸福健康骑步走的活动 那我们也希望说有很多的朋友们 可以带自己的孩子们 出来走走运动 那我们知道前一阵子疫情的关系 其实把大家都闷坏了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也很特别 有结合了关灯一小时的一个宣传活动 那也有宣传我们爱地球 减能减碳减少用纸杯的部分 所以我们这次都用环保杯 希望每一个好朋友带环保杯来到这边 来装相关的水之后 那不要再用一次性的一个宝特瓶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活动的内容里面 能够给大家不只是健康的意义之外 还有教育的意义 那真心的期盼 我们未来花园施工所有很多的活动 也期盼很多的朋友一起来响应 那接着3月26号晚上8点半 我们在港天宫有关灯一小时的活动 也请大家共同来响应 施工所这次提供了近百项的摸拆品 包括有iPhone 13 Switch游戏主机 菲利普智慧万用锅等大奖好礼 而活动现场也设有早安市集 还有16个包含中央及县府的镇定宣导摊位 提供有奖真达玩游戏拿好礼 让活动更加丰富有趣 每一个摊位都大排长荣 民众也收获满满 记者许立琴 花联事报导